蛤 我的陰莖怎麼消失了 本來就夠短了 6公分還是短是5公分 是2公分 徐蘭芳清潔確診GG縮斷真相 遵守兩件事就能避免 護理學博士徐蘭芳主要研究 男性尿失禁跟性功能障礙 最近房間流傳呢 確診新冠病毒會讓GG縮短 欸 博士甘慢捏 很多報告會研究說 因為這個病毒啊什麼 會什麼縮小4公分 然後有5%還是百分之幾 男生真的會染疫之後 多少變短好可憐 還好可怕啊怎麼樣 我先跟你們說 實際上存在的 不可能消失 這陰莖怎麼消失了 本來就夠短了6公分 還是本4公分 是2公分我變女生了 不可能 陰莖在那邊 他就是在那邊 他不會從頭消失 放心吧 那個英國還是美國的那個 研究的那個人 是個案 那他他到底是怎麼樣變的 其實會影響到陰莖的長短的 原因也很多 那只能說 與其擔心病毒造成 這個縮短 比較多研究是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病毒 讓我們擔心了 影響了心理狀態 這個長期的身心的影響 而導致性功能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覺得縮短呢 第一個可能 是因為 你的抽血量 你的抽血量不足 基本上也會比你很硬的時候 還要來的短 它不是真的短 它還在那兒 那為什麼 新冠病毒會跟性功能障礙會有關係呢 因為新冠病毒 它會起到我們身體 一個很特殊的免疫機制 造成我們身體 有血栓產生 你是說一定每個人都會有 它很容易讓身體產生這個東西 血就會沒有辦法順利的流動 沒有辦法順利的流動 你就沒有辦法勃起 與其去擔心 病毒會造成性功能障礙 或者是病毒會造成血栓 病毒會造成血管 病毒會造成什麼問題 還不如去擔心 不運動 一定會有障礙 假設我今天講這句話的話 那有人會因為這樣去運動嗎? 多運動 多喝水 可以預防你的血管硬化 可以預防你的血栓塞住 因為假設有血栓 只要你的血管夠有彈性 就可以降低它被塞住 博士也說呢 不要讓心理的恐慌影響性功能 這個病毒它間接的 讓你開始變得很慌張 很緊張 你出門開始變得很緊張 你回家看到老婆 你今天出去跟很多人接觸 不行 很多人接觸 那我這樣會有病毒 你光這樣子慌張 你要怎麼活起? 當然 還是要做好勤洗手 戴口罩 不要染疫是最好的 但是也不要因為這樣 而造成恐慌 有引測出來會性功能障礙 怎麼辦 我要障礙了障礙了 你光這個念頭 你不用得到 也會障礙 我跟你保證 你越活在恐慌當中 那些恐慌很多 有99%的事情 其實都不能發生的 還不如就是活在當下 好好的過好 每一天我們能控制的 等一下 雖然從座尾重 欣能